嗯,大家好,咱们这节课咱们来讲一下怎么去安装,嗯,Aloud Manager 嗯,我们来看一下 嗯,大概大概有四个,这的话有一个是一个,一个config,一个配置文件,还有一个就是部署,再一个就是服务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我们那个报警的一个模板,嗯,我们来看一下,嗯,部署的话呢,肯定是要放在后面,还有一个service 放在后面,我们先去,嗯,把我们的config map,config,然后配置文件和我们的一个模板配置文件,然后去做成一个config map,我们来看一下 嗯,这个config,这个config的话,我们要进行那个修改一下,嗯,因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它这里面是设置的哪些,它这里面设置的是一些,这个slack,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他们,一个国外的,一个通信用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是设置的邮件 大家看一下,它这边的话,这个全部是使用的,是使用的一个slack,所以说我们这边要改一下,把这些,嗯,都不要了,然后的话,嗯,这些都可以不要了 然后的话,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些,这样的都,删除掉 这个那个,你要是那个,不是那个,使用的那个,别人的一些,我那个配置文件的话呢,一定要,然后不要全部照抄,一定要看好,然后哪些是需要的,我们看一下,这个root 嗯,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删除哪里了,嗯,这个global 全局配置要,应该这个文件的,嗯,位置要定的上,保留一个,好定 的话,这个是一个,嗯,我们拿我们之前的一个,嗯,之前的以前做好的一个 嗯,嗯,这个边的话,它还可以看到,然后这边的话,那个它的格式全部都是那个,嗯,那个乱掉了,所以说在这边设的话,肯定是,嗯,不太好 我们那个,这里面的话,我们不,在这里面设了,我们直接,嗯,找到一个,我们使用这个工具,嗯,来设一下 嗯,那这边,然后编辑完之后,然后再,嗯,拷并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在这里再,拷并进去 嗯,这个,这个,这个已经是,要了,然后的话,这个是要,然后贴两个,然后这边的也是 嗯,好,基本上,然后就没什么问题了,我们再说吧,再把这个,那个拷并进去 啊,那拷并的话,大家看到,然后拷并在里面,然后这个表格还是会变掉 是不是,这个表格还是会变掉 表格变得太多了,我们那个 看下这个表格,然后的话都是,直直错两行,我们修改一下吧,然后不折腾了 好,我现在的话已经把它那个,全部那个,修改过来了 好,我们来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去应用一下 现在的话,这个已经创建完成,然后的话,我们再去看,嗯,它的一个模板 模板的话,它是指的是一个报警模板 发邮件的时候,会怎样去显示 再看,然后它的模板,然后定义的是比较大的,嗯,这就只定义了一个,一个默认模板 看一下,然后类型的话是comput map,然后这是一个,嗯,一个数据 数据的话是定义了一个,嗯,一个模板模板文件 然后的话,嗯,这个是一个购义员的一个模板文件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不细细的去介绍了 看一下,好,那个,我们直接那个,移用一下 好,模板文件的话,我们也已经创建完成,那剩下的就是一个部署和一个服务 看一下部署,嗯,一个部署,你看deployment的,然后的话,嗯,这是一个模板 然后再镜像,嗯,0.7.1,然后的话,嗯,下面是一个参数 参数也就是说,那个我们去存储到哪里,存储路径 然后的话,我们一个配置文件,这个端口的话是9093 嗯,在这里是挂载了,然后三个卷,嗯,一个是ETC下面的一个卷 就是我们那个config map,嗯,那我们的那个config文件,配置文件 嗯,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模板文件 模板文件挂载,然后的话,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嗯,我们的一个,嗯 收集文件,一个存储文件,大家可以看到,嗯,这个三个卷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两个是config map,一个是一个,嗯,空白卷,也就是说我们会自动生成一个pod 进行那个,进行存储我们的一个数据 好,我们来去部署一下 好,那个我们现在已经部署完成,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服务 嗯,服务的话呢,应该也没啥看的,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个,这里是经营了一个nodpod 它会那个地外开放一个端口,嗯,我们所以说我们,那个可以去,直接去访问看一下,哎,9093 我们来去用一下,我们看一下它那个,它端口的话是9093,我们来访问一下 我们这个图的话,我们这一个,嗯,人员的话也是可以直接去,嗯,自己弄一下 也是可以直接去访问我们的一个,呃,service服务的 嗯,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这里的话,在一起了 然后,我改一下 好,然后的话,它也是可以直接防我们那个服务的 好,嗯,我们这边的话,在这些防我们看一下 9,嗯,17,17,然后9093 是,是9093吧,是吧 啊,它那个,我们看那个nodpod,那个pod我们也没看 看一下svc-n,然后monitory 然后是3252 32542 大家看到,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嗯,那个已经正常了 正常的话,大家看到现在的话是没有报警 嗯,没有报警的话呢,嗯,我们这时候我们都去,嗯,想办法去触发一个 嗯,触发一个报警,触发一个报警的话,我们,那个 看一下,它都有哪些规则 嗯,这是监控的,然后的话,还有一个是 是,看一下171-30 我们从这里面,然后去制造一个报警 然后的话,我们看它都有监控哪些 嗯,这个有监控一个CPU的,我们把这个CPU的,然后,嗯,那个压力把它给这个,嗯,压策一下,然后应该都会超过,我们去来看一下 嗯,CPU,CPU压策 嗯,CPU压策 我们直接可以去取它的一个值,然后 在这边看一下 大于本人切入 这个平均值 我去小一点 在这边没有,没有,我看一下 我们这取不出来,我们那个,现在那个先不管它了吧 我们那个,然后这边的话,应该压策的话,会有一个警告 然后的话,我们把之前那个一个压策工具 我们把它拷费过来 应该在175,175上面 然后拷费过去 CPU 然后拷费到192.168.20.17 我们拷到173上面吧 173上面的root下面 我们现在已经拷费过来了 嗯,自行一下CPU压策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边 然后CPU 嗯,这是CPU一个那个单个节点 这是我们那个POD POD的话,这里面是应该是没有的 CPU,CPU使用 这个使用在那个这里 这里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总个的一个CPU 总CPU 然后现在的话,正在上通 CPU 24% 28% 它这个是一个总个的一个CPU 你从这边的话,可能看到那个没那么明显 还没达到一个报警值 嗯,我们把两个都,把两个都进行压策 把两个的CPU都弄上去 然后的话,实际上各样的话应该 嗯,我们看一下它的报警值是 这是指导师打一下 这个NodeCPU 嗯,这个节点CPU 节点CPU应该是,应该是一个的话应该也可以的 看下这个报警 看下这个报警 报警的话呢,现在还是 嗯,跟不上 压不起来压,压得没有压起来 压起来的话,我们把另外一个 然后,嗯,那个也搞过去 然后看会不会,嗯,能压起来 28 24核心 24核心的话,这是我们 因为我们三个节点 然后的话,连我们的一个 嗯,那个Masker节点的话 刚好三个CPU 那个三个节点 一个节点的话是八个核心 所以这里面的话都显示24核心 这边的话,我们两个压起来才 所以这个 压折,然后效果 这两个的话就看不出来太大的效果 差724核心 大家可以看到 它再跟那个核心上去的话可能比较慢 嗯 我们这里把它停掉一个 嗯,用那个incidence吧 把它停掉一个这个 然后的话应该 比较更好看的效果 我们看停哪一个 比较不影响我们的东西 嗯,Pod 这边呢里面都不太好听 嗯,我们停一个那个NodexPod吧 我们去停一个这个 把这个停掉一下 然后看一下,听到怎么停 然后的话我们是删除一下 然后NodexPod 然后Demo 然后Demo 好,那个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删掉了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已经是已经当掉了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 已经开始 等待 等待的话,这边会等待一分钟 大家可以看到然后的话,这里已经开始报警了 报警的话,大家这里应该应该能看到我们的一个警报 大家看到是不是 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员当掉了 当掉的话 这边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已经收到邮件了 看一下 那邮件的话就是那个 因为报警邮件现在的话已经收到 好了,关于我们的一个 NodexManager呢 然后现在的话就已经配置完成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话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整一幅图的,然后也操作 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我们是通过 一个把度量子的导出 是通过一个三种方式 一种是一个 Coopersist 然后这个metrics 然后使用这一个port 然后去一个API上面去获取我们的一个 获取我们的一个 获取我们的一个KPAS集群的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获取我们的一个 我们各个节点的一个磁盘空间 还有再一个就是一个NodexPod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 我们的Permicius的一个官方出的 所以说我们是使用这种三种方式 然后去获取一个度量子 然后进行 然后把这些度量子 然后发布出来 发布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然后都使用一个Permicius 然后去提取 提取度量子 提取完度量子 然后在自己的上面 然后进行存储 存储的话 这边都分出了两方面 一方面的话是一个我们UI 然后的话可以去拿取数据 进行展示 然后再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AlawnManager 然后的话出现报警的话 会发布我们的报警信息 然后给AlawnManager AlawnManager的话 就会发布 然后我们的通知信息到Email 好 关于我们的整个报警系统的话 那么在我们K8系统里面一个部署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